現在把這個 大家都知道摩擦生電嘛 對不對 那先證明一下說 這個氣球摩擦過以後 它可以吸引小紫線 所以這個 好 可以吸引小紫線 證明說 摩擦會使這個氣球改變 沒有錯 對不對 那我們的只要目的在哪裡 我們只要目的是在這裡 所以等一下在進行的時候 要注意一下 就幫忙注意一下 不要去動這個桌子 因為動這個桌子的話 那個瓷間就會動 我們用這個瓷間的目的就好 靠近這個瓷間 那如果說我現在摩擦過了 它有帶電 對不對 那我們靠近這個瓷間 首先我們希望它慢慢移進來 不要不要靜止 來 對這個瓷間有沒有影響 沒有 沒有影響嘛 因為瓷間都沒有動嘛 對不對 是不是沒有影響 好 可是假如我把這個氣球 有沒有動 有 有沒有 這個是不是受到風的影響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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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它絕對 它有在動 不是 因為 它絕對 它有在動 沒有發現 我們告訴它 然後也希望它自己來思考一下 這代表什麼意思 這個瓷刷過了有帶電 我們可以證明嘛 有帶電嘛 沒有問題 那為什麼 靜止 靜止的放下來 對它並沒有影響 可是如果我把氣球移動了一下 移動以後 它卻會去影響到它 這證明什麼 有沒有人想到 有沒有人想到 動電的什麼瓷 就證明說 靜止的靜電 是不會去對它 對瓷產生作用的 不會去影響它 但是你如果把它動了以後 就變成電流嘛 就變成電流 對不對 然後電流 它會產生瓷的作用 它會對瓷間產生瓷的作用 我們讓它知道有這麼一個觀念 這個實驗是這樣子 我們先把它 先關掉 對不對 不要有電流 然後 這個靜止以後 這個先放在它上面 先放在上面 平衡 平衡 然後現在 這邊把它接上去以後 接上去以後 當然不會有影響 那我們現在要它觀察是 把這一個開關打開的時候 它有沒有什麼發現 開關打開的時候 它就會發現說 瓷針會噴轉 可以 我們現在第二個 就是希望 了解 電流 產生的瓷場 的瓷場 當然我們對小朋友 不能講瓷場 因為這個後面 後面它才 後面如果有時間的話 我們會介紹到瓷場 那現在是沒有時間的話 我們就不介 就不講 就是說它產生瓷力 怎麼去影響到瓷針 那這個時候 因為很多組 我們要讓他說出他所看到的現象 他所看到的現象說出來 那一定有人說 往往左偏 一定有人說 往右偏 我們只會把這個結果寫出來 然後再問你們有什麼問題 那其實如果真的有在思考的人一定會說 為什麼有人會往左偏 有人會往右偏 這是什麼原因 很簡單 電流方向 可是因為他剛開始學 他不知道這回事 我們是要讓他去發現 發現說 原來瓷針的這個偏轉的方向 這個跟電流的方向有關係 對不對 好這是第一個 我們讓他瞭解說 這電流產生的磁力 它的作用方向 跟電流本身的什麼 有關 電流的方向有關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 讓他打開以後 然後我們希望他把這個 把這個 上下移動看看 他有沒有什麼發現 這個這個先 先讓他靜止對不對 然後你上下移動看看 好 然後再放下來 這樣再放下來 我們讓他自己去發現說 你看到有什麼不一樣 結果他會發現瓷針噴轉的方向 會改變 對不對 那這代表什麼意思 那就是瓷針的大小跟距離有關 跟距離導線的距離有關 對不對 好 好 那我們就是讓他自己去看 那自己去領悟就對了 好 那另外還有一個 他跟電流的大小其實有關係 可是今天我們不做 好 我們不做這一點 但是我會留下一個問題 你們會問 我會問 你們想想看 那個影響磁力的大小跟方向 影響磁力的大小還會跟什麼 會有關係 讓他們自己去看看 他們會不會想到說 這個電流 因為你要改變電流 這個 這個東西 你就必須再 再增加一組 再增加幾組這個 這個 電磁組就可以了 好 但是我們今天不做到那裡 這是第二個 電流的磁針 電流磁針的目的 就讓他了解 這個電流產生 這個磁場會影響 跟那個磁間的關係 之間的那個大小 會受到哪些因素的影響 那就電流方向 距離 還有電流的什麼 其實跟電流大小有關 可是我們沒做電流大小 OK 好 固定起來 要不然他很容易活動 等一下你要繞線 繞那個七八線的時候 不容易繞 就這樣 然後把七八線 繞 一直繞在上面 接上這個電源 開關打開 有電 它就會有磁線 沒電 它就沒有磁線 就這樣子 這個是簡單的一個DIY OK 這時候我們要花的器材就是 這個減流器 線線 然後兩根人間線 再就是這個磁棒 這個磁棒 那它這個實驗也很簡單 今天要做都很簡單 最主要就是 我剛剛第一個講的 我們的精神是在希望他自己去發現 去思考 其實很多這個物諜學習都是 以前的經驗大概都是老師 或者是誰 一來一來一來 就告訴你 然後那你把它記下來這樣子 那這樣的話 其實很容易忘掉 那我們希望說 能夠用這種 比較探究的 探究的這種過程 來 來了解 好 這個時候 我們剛開始要他觀察 就是說 如果你把這個磁棒 靜靜的放在裡面 有沒有什麼作用 沒有 但是當你如果把磁棒 這一個 拉出來的時候 你會看到什麼 這個磁鐵 如果在線線裡面不動的時候 它是不會有作用的 可是當它在拉動的時候 它會產生 在這個回路裡面 它會產生電流 因為減流劑就告訴他說 有電流產生 就這樣子 就放在上面 然後把那個 貼粉嗎 貼粉 撒上去 哇 好 好可愛喔 我們可以看到這樣的圖案 對不對 很漂亮 可是問題是 這個圖案代表什麼意思 磁鐵線 不是只有磁鐵線 這個圖案到底它 告訴我們一些什麼樣的意義 告訴我們一些什麼東西 我們就是要探討 這是第一個 要探討這個 這個圖案所代表的意義 它告訴我們什麼 那我們可以看到 在比較遠的地方 這個線 這個起線 比較不清楚 比較靠近它的地方 這個起線 比較什麼 清楚 這個意義和在 對不對 好 這個 這個 其實就代表說 這個磁鐵的 產生的磁力的作用 跟它的什麼有關 具有關 第二個 它表示 這個磁鐵線 產生的磁力 其實在它的周圍 每個地方都有 對不對 每個地方都有 它不是只有在某一個地方 那它分佈在這個周圍的空間 好 這個是一個觀念 第二個 這個 現在我們就是 就是要 要它把這個 把這個 這個磁鐵 移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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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發現到什麼 發現那個 形狀會變 對不對 形狀會變 那這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 這一個 這一個空間的 磁場的大小 會隨著磁鐵的位置 不一樣 改變 對不對 會隨著磁鐵的位置 不一樣 改變 然後我們再回到這個地方 來 告訴他說 為什麼磁鐵移動 它會產生電流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在線牽裡面的磁 磁力的作用 磁場 改變的時候 有改變的時候 它才會產生改變 如果沒改變的時候 它就不會產生改變 就是這樣子 這是 我們 我們為什麼會把這個 這個現象叫做磁場 那我就用了兩張圖 一張就是 那個人比較多的地方 我們會說 這邊的什麼 那個 啊 有兩個 這一個 場地嘛 一個是人比較稀少 一個人比較怎麼樣 比較多的 那我們的說法就是說 那個人氣比較怎麼樣 比較低 這個人氣比較高 但是其實另外一個說法是 那個叫做什麼 人場 彭場嘛 彭場 人場 我是要介紹那個場的意思 為什麼我們會把這個現象 叫做 叫做場 就是那個觀念而已 用這個例子 來讓它了解 看能不能了解那個場的意義 這樣子 所以我們 這個 所以我們把充滿磁力分佈的空間 稱為什麼 磁場 那最後那個 那個活動期 就是 就是我剛剛講的 我們來說 你說 那現象裡面的什麼變化 呢 磁場變化 然後 它的這一個 它才會產生 病油 那如果它的磁場沒有變化 它就會產生病油 OK 大概就這樣子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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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